今天白天的温度感觉上好像比昨天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重头戏是今天入夜之后一直到明天清晨会是最冷的 北部的低温恐怕要掉到只有10度 很多的女学生因为学校制服的规定必须得穿裙子啊 哎呦你看啊 这样子会不会太不合理了 教育部上个月呢行文给各个高中高职 要求修改女学生的制服只能够穿裙子的规定啊 这规定太硬了 但是呢大多数的私少回应说制服是有历史传统的 要改变还得要研绎 学生可以穿裤袜但是原则上不会改变裙装的规定 毛衣针织搭配裙子既优雅又端装 看成校园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不过顶着12度低温露出一小节的小腿 引发外界质疑冬天这样穿会不会太冷 因为我觉得其实天气没有冷到 说一定要穿裤子或裙子 就是如果在教室的时候 其实穿黑裤啊我觉得已经是够了 如果你真的很冷很冷的话 学校也没有不规定说就是不能加围巾 学生觉得冬天穿裙子也OK 不过教育部上个月发函给各公司立高中职 要求学校修改女学生只能穿裙装的硬性规定 教育部表示校方如果只是认为学生穿裙子比较好看 所以规定穿裙装 这样不符合性别平等原则将影响校长考机 严重还可以减班甚至减少招生名额 大家如果决定对要有一个裤装的选择 OK我刚讲过我还会请专家做设计 多数私校回应裙装制服是学校的传统 要改变还需要研绎 像是道江护家表示 学生如果特殊需求还是可以申请穿长裤 今修女装则表示校服已经改换成比较保暖的毛裙 原则上不会改变裙装 彰化镇德高中和高雄树的家商也说 是否改变裙装传统得是情况而定 教育部担心学生冬天穿裙子太冷 利益良善 不过还需要跟各校沟通 穿裙或穿裤都应该保留弹性 记者张志愚生云台北前方报道